大熊猫香香在日本展出的最后一天 今天是2023年2月19日 是中国大熊猫香香在上野动物园公开展出的最后一天 一大早,上野动物园外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因为想最后看香香一眼的民众太多 所以从上个月开始 上野动物园就实施了预约加摇号的双管制度 每天只有2600名仙院游客可以与香香见面 2017年6月12日,香香在上野动物园出生 它是旅日大熊猫莉莉和珍珍 在日本第一只自然受孕繁殖的幼崽 所以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是日本民众的团宠 原计划香香在两岁的时候回国 但因为深受日本民众喜爱 加之疫情原因 香香回国日期一言再言 不过还是到了分别的这一天 在后天2月21日 香香即将坐上回国的飞机 今天是最终展出日 来看香香的民众异常多 据说摇号的倍率抖升到了平时的70倍 诶,这是什么 大家记住这个女孩 视频没有惊喜彩蛋 等了这么久 我们终于看到香香了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她 五岁的香香很大只 但是憨态可惧 非常可爱 她正在吃从中国空域来的竹子 游客看香香 会被这样的长棒区隔 每一分钟 工作人员会强制将长棒 向左移动一个区域 游客也必须跟着移动 所以能看香香的时间非常有限 看完后 很多民众已经掩命哭泣 香香,再见 今天上远动物园抽选了2500名 可以看香香的游客 最后又在这2500人中 再次抽选了100人 可以再次观看 并最终送别香香 大家还记得这个满身大熊猫元素的女孩吗 她是这100人中的100号 也就是说 在五年的展出中 她是最后一个见到香香的人 这样一位天选之女 一出来 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 加油吧姑娘 希望你有机会去到我们中国的四川 再次与香香见面